第十六集 许都令蛮宠 曹昂在皇宫门前一口气狂澜九千万的消息 像凤一样很快传遍许都 好事之徒纷纷出门打听 得知新式家具的消息后 信也仰了起来 琪琪涌到司空府观看 曹洪没有上朝 天子与朝中大臣对他们这群曹家逆贼不是很待见 他也懒得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有这功夫还不如在府中喝喝酒呢 大冷天的 几杯酒下肚 曹洪刚觉得身体暖和了一些 便见府上管家匆匆跑来 脚步亮下 差点摔个狗吃屎 曹洪眉头一挑 不悦地骂道 慌里慌张的干什么 天塌下来了不成 管家气喘吁吁地说道 老爷 大公子 大公子他 子修 他怎么了 曹洪从座位上站起来 连忙问道 从晚成回来后 曹洪的变化太大 做事毛毛糟糟 不顾后果 与先前的公钱 谦让截然不同 曹洪对此很是担心 一直派人注意着他的行踪 听到曹洪有事 他又岂能坐得住 管家深吸其口气 吕顺了气息才说道 大公子 在皇宫门前卖家具 一早上就赚了九千多万 你说啥 曹洪脑袋一阵眩晕 九尊掉落 砸在桌子上 洒了一地酒水 他都没有察觉 管家无奈 只好再解释一遍 这次曹洪听懂了 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走 去看看 回国神来后 曹洪激动了 九千多万 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到如今 梁价已经飙升到了五十千一弹 价格高的曹洪都想自杀 可是现在 曹洪突然觉得 大汉的梁价是如此的低廉 低得他都对那些 平日里恨得牙根痒痒的梁伤 都生出了一丝愧疚 有了这笔钱 曹洪就再也不用为梁草的事担忧了 老爷等等 我这就去欠马 管家在身后拼命追赶 可曹洪像疯了一样 充耳不闻地继续奔跑 出了府门 直奔司空府 等管家将马牵来 人早就不见了 曹洪与司空府 有很远一段距离 曹洪跑道时 差点勒断了气 抬头一看 司空府门前聚集了无数人 纷乱得如同菜市场 曹洪过去拨开人群 走到站在府外台阶上 大声安抚的温华面前问道 怎么回事 看见曹洪 温华如同看见了旧姓 急忙说道 禀红老爷 这些人都是来买家具的 可是咱们刚接了 各位大人的订单 赶工都来不及呢 哪还敢再接呀 送上门的生意都不要 曹洪脑子被驴踢了吧 曹洪不满地说道 接 有什么不敢接的 有钱还能不赚呢 温华苦笑道 红老爷 你有所不知 咱府上木匠有限啊 那些大人的订单 至少要两个月才能完成 要是接了这些人的 至少也得排到两个月之后 这么长的时间 还不得引起公愤啊 好像是这么个理 曹洪一弄 看向门后道 子兄呢 这种情况 他不出来解释啊 温华正要回答 就见曹昂拿着一个 前粗后戏 还带着一把手的 奇怪物件走了出来 出来后朝二人点了点头 将物件细的一边 抵在唇边喊道 各位父老乡亲 我是曹昂 请大家静一静 首先我谢谢大家 对在下的信赖 对曹府家具的喜爱 不过大家也知道 曹府人手不够 多余的家具 暂时真的打造不出来 请大家耐心 等待上几个月 到时我一定给周围一个 满意的交代 声音亮如红重 里外许多人都能听到 人群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有一个人说道 不买可以 看看总成吧 我们就想知道 什么样的家具 竟值这么多钱 原来如此 你早说呀 文华 将府上的家具抬出来 让大家开开眼 曹昂笑道 文华领命 快速跑进府中 不一会儿 一群仆役 抬着众多家具 走了出来 皇宫之后 司空府再次变成了 家具展览现场 有贤情意志 跑到司空府门前 撒野的 都是各大家族的少爷 或羽上观金的书生 这些人对司空府 虽然也有敬畏之心 却不像普通百姓 与地痞流氓那样惧怕 家丁将家具搬出来后 不等放下 便抢着坐了上去 在沙发上 椅子上不断地跳腾 就像得到新玩具的孩童一样 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 没兴奋多久 远处跑来一队 穿着灶袍的官差 为首之人 曹昂认识 正是许都令蛮宠 蛮宠到来后 看都不看曹昂与曹红 直接吼道 都去在这里干什么 速出散去 所有人听令 遗嘱向那位散去的 全部招回县衙问罪 此话一出 人群顿作鸟受散 这些书生少爷不怕曹红曹昂 甚至不怕曹操 唯独怕蛮虫 这位爷可是出了名的酷吏 去年刚当上许都令 就抓了曹红的亲戚宾客 曹红求情 人家没理 逼得曹红向曹操求情 结果人家现一步将人给杀了 弄得曹红好一个灰头土脸 这种硬茬发起狠来 没几个人招架得住 眼看众人离去 曹昂极乐 拿起简易扩音器喊道 天下第一楼明天开业 菜品一律八折 大伙别忘了光顾啊 众人文言 跑得更快了 不到半处乡 门前人群便消失一空 只剩下曹昂 曹红 温华 以及曼宠手下的官差 曼宠上前 向曹昂拜道 短短半天 脸才九千多万 大公子知手段 纵然逃出宫在世 恐怕也赶不上 曹昂笑笑 正要谦虚一番 曹红却冷哼一声 率先开口道 哼 许都令这么快就赶到了 不会是想趁火打劫吧 满宠说道 赚钱的事下官不管 但税还是要交的嘛 曹红的脸当场就黑了 不满地说 熟税的事 好像不归你管吧 我只是好心提醒 满宠再次向曹昂拜道 大公子身份显赫 亲自经商已经惹人诟病 若在偷税漏税 恐惹他人非议 还请大公子三思 曹昂将酷音器交给温华 回礼拜道 许都令放心 曹某醒的 既然到了府上 不如进去喝杯热茶再走 多谢公子好意 县衙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下官不敢耽搁 这就告辞 说完 不等曹昂回复 带着牙医匆匆离去 看那架势 颇有些神龙见首 不见尾的味道 曹红盯着他的背影 骂道 不是抬举的东西 曹昂笑着安慰道 这种人 你跟他计较什么 我们进去吧 好 曹红掀过温华手中的 扩音器 一边把玩 一边跟着走了进去 朋友们 第十七集 高薪招聘 大厅坐定后 曹红竖着大拇指说道 自秀 原来木匠活这么赚钱 红竖这次算是开了严界了 曹昂叹息道 哎 我可高兴不起来 下订单的时候 我故意报了高价 给出他们砍价的空间 做生意嘛 漫天要价 坐底还钱 谁知他们 砍都不砍 就直接答应了 搞得我现在 想降价都不敢 细水长流的生意 愣是做成了 一锤子买卖 我找谁说理去啊 好像是这么个理 可你叹息时 为何脸上还带着笑呢 曹红没理会 他的自我炫耀 开门见山道 这笔钱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曹昂立马露出警惕 小心问道 徐玉大人 已经打结了一半了 你不会还要出手吧 你红书是那样的人吗 我就来看看 你这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曹红不满地骂了一句 曹昂文言放下心来说 哎呦 那个红书 能不能帮我找一个 又宽敞又僻静的大院子 司空府变成木匠作坊 实在有些不太妥当 曹红点头道 嗯 没问题 此时交给我 天黑之间保证帮你找到 在这一点上 曹红还是很拎得清的 打仗最是好钱 可曹家和夏侯家这些人 对赚钱没有半点心得 除了变卖祖产和求人相助之外 就只剩下让摩金校尉 挖文掘墓了 如今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怪胎 哪怕为了曹操 他也得支持到底 对了 现在有钱了 医学院也该建了吧 除了钱财之外 曹红心心念的就只有医学院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占底医院成立 无数大夫认知军中的情形 曹昂尚未回答 刘敏匆匆跑进来说 大公子 华佗化身衣求见 曹昂与曹红皆是一愣 财帛动人心 连一向不识人间烟火的化身衣都坐不住了 有请 曹昂站起 亲自出门迎接 司公府外 华佗背着双手 仰天望着司公府的牌匾出神 见曹昂走来 联盟迎上去笑道 老朽冒昧来访 还请大公子恕罪 藏热情的笑道 华佗一客气了 里面请 进入大厅坐定 华佗直接表明来意 大公子啊 前几天跟老朽说的 医学院的事 县衙外的告示栏上 突然贴出了一则告示 告示上写道 司公府招公 木匠 铁匠 泥瓦匠 只要有一技之长 接客报名 每天一斤粮 工资日节 刘远搬了一张办公桌 往告示前一摆 现场办公 这是第一时间 引起了许都令 满宠的注意 在人家门口摆摊子 人家想不注意都不行 满宠走出县衙 看了一眼 告示后问道 大公子 这是要做什么 刘远站起 公身说道 满大人也知道 府上刚寄了一大批订单 近千套家具 一套也没做出来 大公子心里急呀 所以就想招募一些人手 满宠点了点头 表示认了 随后问道 当真每天一斤粮 刘远说道 不止如此 还管三顿饭 大公子身份尊贵 怎会出言匡骗 三顿 满宠一愣 大汉百姓每天只吃两顿饭 士族大户 顶多晚上在家顿夜宵 藏说管三顿 不会让工匠晚上还干活吧 这可不行 刘远解释道 是三顿 早晨起床吃一顿 中午一顿 黄昏一顿 共三顿 晚上加班的话 还有一顿夜宵 满宠倒吸一口凉气 一斤粮外加三顿饭 这待遇好的 他都想去了 这个年代 劳动力廉价的可怜 又直冬季 大家都没什么活干 哪怕只管饭 也有的是人做 更何况 每天还有一斤粮 一斤粮看似不多 却足以养活一个无口之家 大公子高义啊 说到底还是有钱 满宠又问道 你们接的是木匠活 要铁匠和尼瓦匠做神 大公子答应话夺神医 要建立一座医学院 现在有钱了 当然要兑现诺言了 听完刘远对医学院的解释后 满宠心动了 朝衙门内吼道 所有人都出来 衙役上街训传告示 文书出来帮忙记录 话音刚落 一众衙役便跑了出来 文明情况后迅速分成击队 消失在了视线尽头 三位文书却站在桌前 左看看右看看 不知所措 衙门里还没配备办公桌 用的都是条案和坐垫 根本没有椅子可用 他们总不至于跟刘远 挤一张吧 刘远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吩咐道 去 再搬两张桌子过来 跟他来的家丁 匆匆跑了回去 刘远则绕到满宠身旁 谄媚地陪笑道 小人带大公子谢过满都令 满都令请坐 满宠也不矫情 坐在椅子上 把玩着竹简说道 你再跟我说说 医学院的细节 大公子打算将医学院建在哪里 这个暂时还没有定下 温华管家已经出城悬址了 估计天黑就能有结果 满宠点头道 选好了告诉我一声 我去看看 自董仲书罢处百家独尊儒术以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 纷纷断了传承 就算没断 也是东躲西藏 过得朝不保夕 如今的大汉只流行一种学问 便是儒学 哪个不开眼的若敢把法家的招牌打出来 分分钟钟被四声渣 不过医学不同 人活一世 谁还没个三病六灾 头疼发烧啥的 抵触医术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没人会干这种自断后路的蠢事 清楚这点 所以满宠才对所谓的医学院充满期待 这不仅是全大汉的福音 更是他的政绩 经商的都爱钱 当官的都爱政绩 两人闲扯的空档 一名十六七岁 衣衫蓝绿的少年 委屈地走到告示前 看过之后 在原地驻足良久 才鼓起勇气上前问道 告示上说的是真的吗 当真管犯 还发粮 这少年竟是个街吧 蛮宠抢过刘远的伙计 拿着笔说道 我是许都令蛮宠 以我的人格担保 上面说的句句属实 你是木匠 铁匠 还是泥瓦匠 少年思索办上 才说 算 木匠吧 听他说话 不是一般的费劲 蛮宠皱眉问道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什么叫算 眼下人手不足 算你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 我 这 这 马 马 军 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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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第十八集 三国第一发明家 蛮宠又看了少年一眼 说道 马军是吧 先站到一边 等其他人到了同意安排 刚说完 脸色默得一变 看向马军道 李十字 马军说道 小时候看人家读书 偷学了一些 说到偷学时 马军脸上露出了一丝羞涩 蛮宠却是大喜 看向刘远道 读书人跟其他人可不是一个价 你这薪水得涨 刘远苦笑道 小人来之前 公子吩咐了 若有读书人应骗 包吃包住每月百钱 实习半年 半年后薪水翻倍 蛮宠无语 马军却激动得浑身站立 大汉的粮价才五十钱一弹 每月百钱 那就是两弹粮 半年后再翻倍 都快赶上普通县的县令了 去年浮丰郡遭了灾 他不得已出门游历 说白了就是逃荒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年 从浮丰郡走到许都 其中艰难可向而至 到许都已经三天 他实在熬不住了 才想出来找点吃的 或者找个活干 没想到 刚出门就遇上这样的好事 一月百钱还管饭 有了这份工作 他就再也不用挨饿了 正激动着 突然发言过来 自己还没硬聘上 现在高兴 貌似早了些 他忐忑地看看蛮宠 又看看刘远 想要说点什么 却又不敢 生怕人家嫌弃自己是结巴 将自己给刷下去 补了半天勇气 刚想粘口 远处便跑来一群人 各个五大三粗 绑他妖元 蛮横地将马军挤到一边 围着蛮宠说道 这里招人 当真管饭还发凉 蛮宠不悦地呵斥道 吵吵闹闹的 成何体统 还好队 一个个来 作为曹操手下第一酷吏 蛮宠出口自带煞气 众人顿时心神一颤 乖乖地排起了队 看着蛮宠忙碌 缩在角落的马军 越发失落 想要离去又不敢 想要上前又不敢 已是纠结到了极点 随着时间推移 衙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到最后连路都堵了 面对这种情况 蛮宠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加快询问速度 直到家丁又搬来三张桌子 这种局面才稍微有了改观 蛮宠刘远 外加县衙的三位文书齐上阵 效率瞬间高了许多 马军 哎 马军人呐 忙了半天 蛮宠突然想起身边 还有一个十字的 连忙喊道 我在我在呢 马军迅速从人群的缝隙中挤出 走到蛮宠面前说道 大人 小的在呢 情急之下 结巴都好了 蛮宠拍了拍身边的空椅子说 帮忙击路 马军受宠若惊 急忙跑到椅子上坐下 这场招聘会一直忙碌到黄昏才结束 加上马军共招收各类工匠 1230人 当然 这其中肯定有烂鱼冲数了 不过刘远也不在意 医学院可是大兴土木的工程 缺少劳力的地方多的是 只要去了就没有用不上的 明天一早 到司空府门前集合 现在都散了吧 刘远收起主统吩咐一声 众多应聘者很快散去 马军见此也要离开 刘远叫住他说 你跟我走 大公子身边最缺时温断字的 对你另有重用 马军大喜 连忙拜道 多谢先生 司空府 送走华佗和曹洪 又陪丁夫人吃了顿饭 藏刚回到房间 就听到刘远归来的消息 又匆匆跑去了大厅 赶到时 刘远正双手扣在腰间 做老增入定状 一名不认识的少年 则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眼中闪烁着一样的光芒 曹昂看向少年道 这位是 刘远忙地回过头来 再三分地陪笑道 小人见过大公子 这是小人招的一名牧家 名叫马军 因为实现文字 小人就自作主张将他带回来了 谁 你说他叫什么 曹昂激动地问道 声音高地吓了两人一跳 马军 这可是三国第一科学家呀 还原指南车 改进支灵机 发明龙骨水车 还改进了诸葛连弩 发明的东西到了现代 还有人在用 刘远牛啊 一场简单的招聘会 竟给自己招来了这么一位大咖 厉害了我的刘 曹昂可不以为自己有什么王霸之气 身体一抖 千军万马来头 所以也从未动过招揽三国英才的心思 不过现在看来 自己似乎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努力 毕竟现在才建安二年 诸葛亮还没出山 庞宠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浪荡 许多三国英才都没出事 凭着先知先觉的眼光 几年下来 自己的阵容未必会比曹操差 不过该从哪着手呢 大公子 您认识麻军 刘远试探着问道 不认识 从晚成回来的时候 路上遇见一个人与他同名同姓 故有些差异 你们还没吃饭吧 庄昂摇头 朝门外喊道 去弄点吃的 庄昂走到主位上坐下 问道 说说今天的招聘情况 刘远连忙回答 期间狠狠地夸了一顿蛮宠 说他乐于助人 办事尽心 不等说完 温华就回来了 向曹昂行过礼后说道 大公子 老奴巡视一圈 还是觉得全殿村最适合建医学院 那里三面临山 交通方便 离许多又近 化身医对那里很满意 那就全殿村吧 询问了一些细节后 饭端上来了 碗饭很简陋 一盘酸菜大肉包子 一碗稀饭 忙碌一天 温华与刘远早就饿坏了 顾不得草昂在场 拿起包子就吃 一口下去方向四溢 温华含糊地问道 大公子 至少可恶啊 竟然如此好吃 包子而已 以后有的是 马军你也吃啊 见马军站在一边狂咽口水 却不敢上前 草昂忍不住开口 马军这才上前 拿起包子咬了一口 激动得眼泪差点流出来 天可怜见 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现在别说包子 就是一个发霉的窝窝头 他都觉得是人间美味 三两口下肚 马军不敢再吃 盯着盘中包子发愣 这孩子有点自卑啊 藏无奈说道 喝点汤别噎着 喝完继续 包子有的是 刘远心善 直接递给他一个 马军结果刚放到嘴边 甲定匆匆来报说 大公子 陈府公子陈连求见 今天的人可真多啊 藏打着哈欠说道 有请 很快 陈连进来 诧异地看了狼吞胡烟的三人一眼 宝拳败道 陈连见过大公子 朋友们 第十九集 天下第一楼 去说董城 福婉 赵温等人 回到府中 越想越觉得不对味 今天的事太梦朗了 那么贵的家具 怎么说买就买了呢 福婉更是毁得肠子都清了 他订了足足三十刀 近三百万钱呢 福家虽然家大业大 可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再说了 这些钱给了曹昂 不就等于给了曹操 曹操携天子令诸侯 本就让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现在却将这么多钱送给人家 这不是资敌吗 仔细想想 这是全赖寻遇和董城 要不是这俩家伙 率先开口 架都不砍就定了三套 自己何至于掉进这么大一坑 辗转反侧思考一夜 福婉还是决定 明天去曹安开的酒楼光顾一番 区区酒楼而已 他倒要看看曹安这小子 能玩出什么花样 第二天不用上朝 福婉起床看了看时间 估计酒楼还没营业 就跑回书房看了会儿书 好不容易熬到五十 这才在吓人的伺候下 踏上马车 向曹安新开的酒楼赶去 赶到时发现 酒楼门前已经挤满了人 我就董城 司徒赵温 四肢为黄 昨天向曹安下过订单的人 几乎都在 酒楼大门紧闭 门头牌匾上挂着一块红筹 红筹后面写了什么 没人知道 酒楼的工作人员更是一个没见 他们这些众臣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一时间毫不尴尬 福婉突然觉得自己有些犯贱 这不是善赶着找不痛快吗 刚一走进 便听司徒赵温不满地说道 曹安什么意思啊 邀请我们来参加开业典礼 又将我们晾在一边 真当他们司空府无法无天了 司智维晃接口道 司徒大人说的是 既然如此 我们就别热脸替人家冷屁股了 各回各家吧 维晃此言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拥护 众人纷纷上车准备离去 转身时 却见一队人马快速赶来 为首一人头戴关筋 手拿折扇 正是曹昂 曹昂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跑上前来陪笑道 哎呀 忘了告诉大伙开业的准确时间 是晚辈的舒服 晚辈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伸手不打笑脸人 人家姿态摆得这么低 自己也不好意思得理不饶人不是 做了一圈衣后 藏走过去将九楼门打开 做出请的手势说道 大家里边请 扶完等人鱼冠而入 刚一进去就感觉一股热浪起来 猝不急防之下 一些年纪大的顿感呼吸不畅 在原地调整了好一会儿 才恢复过来 有人问道 大公子 这里也不见火盆 为何会如此暖化 藏指着火炉说道 看见那个了吗 我在里面放了镊石 耐烧 温度又高 酒楼内自然就温暖如春了 几人走过去 又手痒地摸了一下炉筒 被烫的手立马缩了回去 草昂笑笑 拿起火钱揭开炉盖 发现里面放满镊石 炉火烧得正旺 纷纷称奇 扶完说道 大公子 这种火炉还有没有 老夫家中尚有老母 扶完的话 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众人纷纷开口 想要一批这样的火炉 在这个连棉被都没有的年代 冬季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曹昂笑道 当然没问题 每个火炉一千钱 不玩价 众人无语 这个见钱掩开的混蛋 还真打算放弃曹家基业 改行做商骨不成 曹昂无视众人奇怪的眼神说道 买了火炉还得有镊石 镊石就比较便宜了 一钱三斤 要多少有多少 董成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 如果可以 他真想将自己新做的皮靴 印到曹昂的脸上 连镊石都拿出来买 你压穷疯了吗 事实证明 曹昂的脸皮比他们想象的要厚 面对众人或愤恨 或厌恶的眼神 依然谈笑风生 不为所动 诸位先坐 我去后厨看看 曹昂坐了个椅 转身走向后厨 一众宾客左看看右看看 有的围拢在炉边烤火 有的起身上了二楼 再说曹昂 见到后厨就听见刘敏在那破口大骂 各种无言会语张口就来 很不入耳 怎么回事 曹昂问道 刘敏猛地住口 转过身来弯下腰谄媚道 打公子明剑 这些家伙手脚太笨了 放个肉都能放错 把猪肉放到羊肉喷里去了 就为这 曹昂有些无语 说道 要抓紧点 客人已经到了 不能让人家等太久 为了应付今天的开业 他将府上的厨师 一网打尽不说 就连府中家丁都拉来了大半 搞得丁夫人在家吃饭都成问题 吩咐了他们一些注意事项 曹昂便离开厨房 照顾自己的上帝们去了 好不容易熬到及时 曹昂命人端出火盆 放在酒楼门前 又扔进去几块竹片 烧得噼里啪啦一顿乱响 便算开业典礼了 随后抓住门边的绳子 用力一拽 牌匾上的红绸硬生掉落 露出五个仓境有力的大字 天下第一楼 董成等人早就从酒楼出来 看清上面的大字后 无不脸皮一抖 天下第一 你小子好大的口气 曹昂走到众人面前抱拳笑道 虽然大家提早到了 但是呢 为了体现我们天下第一楼的高端大气上档子 有些程序还是要走一走的 请大家后退一点 众人不解 无奈后退 然后就见一群穿着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衣服的女子 从酒楼内出来 分裂大门两侧 双手扣在胸前弯腰一拜 齐声说道 欢迎光临 声音又甜又酥 听得一种贪官污吏 脸皮抽动 信仰难耐 曹昂看着他们的表情 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为了这间酒楼 他可是费尽了心思 早在十天前 便命人赶着了一批红色的职业女装 又拜托便服人训练了他们一番 此刻往门前一站 别说 还真有些时空错乱之感 没看见这群老色鬼 看得眼睛都直了吗 诸位大人里边请 曹昂笑着说道 贪官乌吏们目光都直勾勾的盯着穿职业装的女子们 早已迈不动脚步 曹昂连催三遍才反应过来 依依不舍得向门内走去 尚未穿过人墙 远处便传来一阵嘈杂声 曹昂扭头看去 只见曹昂带着一群人 正大不流行的向这边赶来 朋友们 第二十集 开业 看见曹昂 曹昂第一时间迎了上去 晚辈见过巡令军 见过巡军士 见过凤孝先生 跟曹昂一起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曹昂手下最重要的三位谋士 巡域 巡忧 国家 见过李之后 曹昂将目光停在了郭家身上 郭家只有二十八岁 可看起来比巡域还老 身体瘦弱 似风一吹就会倒 尽管如此 曹昂却不敢有半分轻慢 鬼才不死 卧龙不出 现代人常常将这位病秧子 与卧龙诸葛亮拿出来相比 甚至编出了 鬼才不死 卧龙不出的谚语 可见对此人的评价之高 诸位 里边请 见过李之后 曹昂请几人进入酒楼 经过人墙时 两排服务员同时弯腰说道 欢迎光临 声音清脆地吓了曹昂几人一跳 然后 几人的眼睛亮了 尤其是郭家 身体前倾呼吸微粗 恨不得将所有侍女全带回家去 这个病秧子既好酒又好色 不到四十就挂了 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在董城等人都已进入酒楼 没有留在外面 否则看见这一幕 非冷嘲热讽不可 曹昂淡淡笑道 这些都是我从母亲那里 借来的侍女 国家一听 迅速收敛心神 牧师前方做证人君子状 丁夫人的侍女 不就是曹操的女人 主公的女人 她可不敢大主意 这无关胆量 关乎的是名声 请 几人随着曹昂进入酒楼 却发现大厅除了侍女之外 一人也无 问过刘敏之后才知道 董城等人都上三楼 包尖了 他们都是有地位 有身份的人 怎么可能挤在大厅 曹昂暗骂一声矫情 带着曹红几人上了三楼 进了酒楼内最大最豪华的房间 如今大汉已经名存实亡 董城那些人虽然地位超然 却如天子一般 更像个摆设 曹昂自然不可能将最好的房间 留给他们这群 整天想着怎么弄死曹家的人身上 进去之后 曹红等人眼前一亮 房间里摆了一张足以坐下三十人的大圆桌 另一边还摆了一套沙发 曹红往沙发上一靠 舒服的声音一声说道 我说紫秀啊 这些玩意儿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别说 坐着确实比那该死的贵店舒服 回头啊 给我府上送几套啊 曹昂笑道 没问题 给钱就行 市场价 曹红气节 骂道 跟你叔还要钱 咱们曹家的钱 早就被你爹拿去当军费了 想要 找你爹去 找曹操要钱 曹昂自问还没有那个胆子 哭笑道 红叔 你不能这样啊 我可是正经的生意人 曹红骂道 我没看出你正经在哪儿 回头给我送市道 记你爹账上 啊 老兵匹 老兵匹 他今天算是见识道了 正要辩解 郭家突然打岔道 紫秀 这个 那个 他搓着双手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那些侍女的衣服 你能不能送我几套 啊 这家伙不愧是曹操仗下第一谋事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 那些女人最吸引人的不是容貌 而是服装 迫不及待地想弄回几套 跟自家娘子玩制服诱惑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 你这样真的好吗 藏笑笑 可以啊 一套八百 郭家无语 这小子在晚城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怎么回来之后对钱这么上心 咽过拔毛都不足以形容了 郭家几人面面相去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尴尬没持续多久 房门突然从外面打开 几名侍女端着盘子走了进来 这个时代可没有蔬菜大棚 冬天除了咸菜没别的 所以上来的菜基本都是肉类 猪肉羊肉鸡肉鸭肉 除了牛肉基本都有 荤菜之外 还有馒头包子 饺子油条 油饼等 看得曹红等人眼花缭乱 再顾不上与曹昂闲扯 坐到园桌上不等吩咐 便动起了手 酒呢 五酒不成宴 这么好的菜 没酒怎么行啊 曹红咬了一口饺子 含糊地说道 瞧我这记性 曹昂一拍额头 转身从旁边的柜子里 搬出一个酒坛 曹红和郭家都是好酒之人 看见酒坛 兴奋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快放到火炉上温着 这酒不用温 曹昂打开酒塞 一股从未闻过的浓郁酒香 瞬间飘出 其人深吸一口 脸上顿时露出迷醉之色 这是喝酒 快倒上 让我们尝尝 国家迫不及待地说道 甚至先一步拿出酒醇 曹昂也不好再吊他们胃口 走过去将酒倒入尊重 只见这酒清澈如水 与他们以前喝的那种浑浊米酒 截然不同 国家端起酒醇一眼而尽 喝得太猛 脸色瞬间抽成一团 许久之后才吐出一口浊气说道 好酒 曹昂看得眼热 同样一口闷了下去 随后眼珠突现 喉结滚动 就跟突然抽筋了似的 吓得寻家舒适一跳 足足愣了五秒 曹昂才反应过来 赞叹道 好酒 真是好酒 想必之下以前喝的那些 连马尿都不如 这酒怎么酿的 回头给我府上多送鸡汤 曹昂脸皮一抽 苦笑道 这是蒸馏酒 数量不多 我们酒楼都不够用 洪叔若是喜欢 等过短时间酒水快遇了 我再给您送 好吧 你这小子 推得一小气 曹昂不满地骂了一句 开始与寻遇几人碰杯 几人喝得正嗨 刘远匆匆跑进来说 大公子 有人闹事 你看 嗯 什么人这么大胆 赶到太岁头上动土 曹昂一听来了兴趣 曹昂更是一拍桌子就要冲出去 刘远却说 是夏胡家的几位公子 曹昂一听 再次缩回了座位 年轻人的事自己处理 我就不掌握了 都是自家晚辈 他出去了该向着谁啊 曹昂摇头站起 随着刘敏下了二楼 就见靠窗位置 几名大汉正围着两名服务员 动手动脚 出言调戏 都穿越了 怎么还能见到这种人差 曹昂的火气 蹭蹭地就冒了出来 骂道 夏侯亨 夏侯爸 夏侯冲 曹复 你们干什么呢 把手给我松开 夏侯衡 夏侯爸 都是夏侯冤的儿子 夏侯冲是夏侯敦的儿子 曹复是曹红的儿子 这几个二世祖聚在一起 除了惹是生非 就是惹是生非 朋友们